好的我是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LG第四代的OLED产品G5 它拥有峰值亮度3000尼特以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G5采用了环保的褐色纸皮设计 达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遥控器 一套壁挂支架和说明书保修卡 原厂机器默认仅支持壁挂安装 桌面立式底座需要单独购买 接着我们来看外观 正面一样是四边微边控的设计 四角杆杆出色 边框采用一体全铝拉式行材 在背面连接处采用90度裁切做贴合 背部中央印有LG logo的字样 上方为壁挂槽位 下方方便是接口 理线槽和底座安装孔 接口方面它配备了四个HDMI 其中一个这是EARC音频回传功能 三个USB下行 一个网线接口和一个光纤音频接口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开机会出现LG的logo 在系统初始化界面完成基础设置 会有一段样片播放 此时RGB Tender技术初见端离 G5无论是在观感亮度还是色彩亮度 都有了巨幅的提升 相比我们手中的12C4第三代WOLED 特定场景色彩偏速的现象 在G5这台机器中大幅度减少 实测它的SRGB容积达到了149.65% PPI为80 与正常使用电视的视距 自己的彩边和颗粒感可以忽略 二次菜单方面 LG经典电视UI界面 灰底白子 操作的方式是遥控器 但指针控制过于灵敏 建议用户到手后将指针调到慢 操作会更加顺手 除了标准UI以外 开启游戏优化器 可以切换为专业电竞界面 提供了VR 暗部针墙 DN等功能 但拆单在频繁的调节时 有概念会出现卡死现象 外部OS出场预设了各个视频平台 且都支持AI补针 平滑档位在画面快速变化下 会有明显的调增现象 因此推荐大家选择自然档 同时G5还提供了用户模式 支持0-10级的补针调节 接着我们进入数据实测环节 先来看白平衡和色温表现 G5出场默认为10240K DOV0.0040 先用到Failmaker模式 色温为6300K 原生动态和Adobe RGB DOV为0.002 表现优秀 色域空间方面 默认为P3色域 拆当中提供了Adobe RGB色域缩线 通过一切测试 P3覆盖率为99.9% 平均色差1.36% 最大色差4.8% Adobe RGB色域覆盖为93.5% 平均色差1.17% 最大色差4.4% 平均色准表现不错 最大值会偏高 P3的蓝色会偏紫 Adobe RGB青色会偏蓝 SDR亮度方面 生动模式亮度最高 1%到10%的窗口 都可以达到1000L的峰值亮度 注意这只是SDR 即便是到了25%的APL窗口 也能达到900L以上 非常BT 全屏亮度则来到了342L 标准影院游戏优化器 专家明亮和黑暗模式 全屏亮度都达到了400L以上 其中游戏优化器模式 甚至达到了459L 与此同时 这几个模式 峰值亮度也限制在600L左右 对比42C4全屏165L 简直是恐怖如斯 再来看SDR亮度 生动3%的APL窗口 达到3122L 10%仍然达到2000L以上 30%APL窗口下降到965L 全屏只为312L 此时刻我想讲 当你使用过这台G5 如果亮度还不能满足少侠的需求 请你直视太阳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从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左下角亮度略高 屏幕上方有轻微的亮度变化 使用国标25公格 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7.82% 表现不错 升温均匀度方面 全屏升温在6402K到6912K之间波动 没有比较明显的升温变化 可是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的最佳垂直和水平角度 都在30度左右 对比桌面LG OLED有明显的降低 在极限角度 有轻微的亮度和色彩衰减 屏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G5都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屏闪 屏闪波动深度为13.54% 同时我们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100L 此时SVM值最高为0.055 小于1 随时是AE不可见范围 此时LG G5最新的WOLED低灰阶下 仍然采用压缩灰阶的方式来降低亮度 在低灰阶下 依然有抹布屏和明显的噪点 如果你打算用G5当显示器使用 要重点注意这个问题 用正常电视用户使用距离较远 光感影响相对较小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蓝光波峰在453纳比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4.82% 符合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客机口的带宽设身 和兼容性的表现 G5配备的4个HDMI 都为FIO64通道满速48G带宽 连接PC 最高可以支持到4K165Hz 12bit全范围输入 主机端 支持4K48到120Hz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自动低延迟和独比世界 HDMI 21直连Mac 可以支持4K40到165Hz可变刷新率 支持HIDPI和HDR 输入延迟方面 标准模式4K120Hz的状态下 全链路延迟为26.77毫秒 开启游戏优化器模式 4K165Hz刷新率 全链路延迟为14.68毫秒 HDR性能方面 G5支持HD20 HLG和独比世界 我们先来看UTF曲线 G5整体调校非常激进 默认开启动态色调音色 生动一口标准 在初手化阶段 就开始大幅度做提亮处理 且提前裁切亮度贴合标准PQ 非常激进的策略 家庭影院和游戏优化器 这两个模式相对保守 几乎全程做压缩低于标准PQ 影院模式 最贴合标准PQ 0-70灰阶完全贴合 70灰阶开始做滚降处理 避免高光出现过曝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SLG曲线 也是采用提亮的处理方式 高于标准的UTF曲线 HDR色域覆盖 P3为99.9% 非常出色 但BT2020的覆盖只有79% 会略显逊色 HDR实景方面 翁崇崇崇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太阳的实景下 所有的太阳轮廓都非常清晰 深动模式 太阳核心亮度最高 达到2617L Firmake模式最低 984L 其余都在1000L以上 在海王小区外高光场景下 深动模式调教激进 手电筒已经达到了3000L的峰值亮度 在实践的观感中 亮度非常赤眼 没有个正常用户 会觉得它亮度不足 但缺点也是存在的 G5部分模式显示画面 越接近纯白 过曝现象就会越严重 容易出现细节丢失 这也是激进调教带来的弊端 LG G5还支持杜比世界 相比预设的HDR画面模式 杜比在色调上更加还原 但整体会明显偏暗一点 在遇到高APL的场景下 观感亮度会下降明显 游戏经济体验方面 G5最高支持165Hz刷新率 在实际测试中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接响应方面 OLED没有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切测试 4.695毫秒 上升BW为2.976 下降BW为3.21 在腰幅运动轻度画面下 本体轻动表现也很不错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线列码的表现 拆开背板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整体内部结构 中间为TECOM板 左右两侧分别为 电源板和驱动板 下方双音箱6欧42瓦 来开驱动板 拆开金属散热片 我们可以看到LGα11 AI芯片 它支持满足HDMI201 AI补真技术 芯片旁 还有一颗海力士的内存 和三星闪存颗粒 左上角有两颗VLAN的WA20 用于音箱的供放输出 再来看TECOM板 主控为LGDisplay LX08106 两侧分别是滑棒的内存 面板型号为LE5550PQZ 接着我们来看G5的 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摄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四周倍计算 它达了149%的SRGB容积 摄域天地板排名第32名 S加亮度 实测最高为1047L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1名 S加峰值亮度 实测为3122L S加峰值亮度天地板 也是排名第1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测试下 最大差距为7.05% 均匀度天地板排名第55名 响应速度方面 通过仪器测试 平均灰接达到了0.293毫秒 灰接想要速度天地板 排名第3名 运动显然时间方面 165Hz刷新率下 BT为4.695毫秒 运动显然时间天地板 排名第28名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区点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搭载全新第四代OLED面板 RGB串联技术 迸发出3000尼特的超高峰值亮度 实测全屏亮度 最高也达到了459尼特 这样的亮度表现 实际来看非常出色 2.SDR观感出色 支持动态色调映射 亮度观感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同时拉高暗场 降低ABL机制的影响 3.优秀的P3色域覆盖 SDR和SDR都可以达到 接近100%的覆盖率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SDR模式调校过于激进 绝大部分模式 白色场景会有过曝的现象 2.WOLED通病 低亮度和低灰阶下 存在着明显的抹布屏和噪点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LG55G5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中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们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